我現在來介紹的是Ratial Test比率審戀法 前面我們介紹了比較審戀法都會比較難一點 為什麼呢 它要找一個不一樣的一個級數跟它做比較 那麼到底要找什麼又是技巧 現在我們用Ratial Test就比較簡單了 是自己跟自己比 剛才是自己跟別人比 現在我們來看看它的內容是什麼 它說假設它的每一個成員 這個級數這數列的每一個內容的話是這樣的 大於等於0 好 那現在的話 假如後面的項跟前面的項的比率等於R的話 那麼這個R我們要怎麼看呢 如果說是R小於1 那麼就是收斂 如果R大於1 這個級數勢必發散 R等於1 我們說它不知道 我告訴各位同學 這個測試就失敗 等一下我來介紹一下 為何我們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我們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來我們來看看啊 我解釋一下這個意義是什麼 現在我們來看 AN加1比上後面的 這個是後項比上前項 我們思考一個問題 AN加1是等於R乘上AN 讓我們想起什麼呢 後面的項是前面項的R倍 讓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是不是很像幾何級數 這就是我們的公比呢 如果說它是小於1 那就代表是什麼 是收斂的 各位同學 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比較容易了解了 這是收斂 小於1 這是幾何級數 如果大於1代表是什麼 後面比前面越來越大 那加起來當然會發散 等於1為什麼是失敗呢 讓我來解釋一下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 P級數 各位同學又來P級數了 這個N分之1 各位同學都知道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 Harmonic的Series 就是P級數裡面的N等於1 調和級數 它是發散的 那麼後項比前項 各位同學看一下 後項比前項 後項是什麼呢 是N加1分之1 前項呢 是N分之1 後項比前項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1 好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這是發散的 好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這個也是P級數 但是它是2 我們要了解它是收斂的 來我們看看它的極限 來後項比前項 後項比前項 大家都知道這個答案是多少 它也是1 1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converge 這是diverge 這兩個同樣的結果 我們卻有不同的收斂或者是發散 所以我們當R等於1的時候 我們確認這樣子是這個方法不能用 我們只能肯定的說R是小於1的時候肯定收斂 2大於1的時候肯定是發散 那麼這就是比率的省鏈法 是自己跟自己比 所以這個題目說起來應該是比較簡單 來我們來實際操作一個例題 利用比率省鏈法的話 來看看它周鏈還是發散 當看到這樣的類型的題目 只要是次方的 階層的 我們十之八九都會是比率省鏈法的方法 那麼現在我把它的一般式寫出來AK是多少 這是K次式 那我們就是上面是2的K次方 下面是K階層 好 現在我寫出來以後 現在我把比率寫在上面 現在我們來看看它的比率值是多少 現在我們來看看R 我們先把它的AK加1寫下去 AK加1 比上AK 這個是多少呢 來Limit K屈性無限大 現在看看 上面就是2的K次方加1 K加1 下面是K加1的階層 上面是大的 下面是小的 這邊有一點擠 沒關係 因為我們可以馬上就消掉 現在再繼續往下看 來我們現在來看 這是2的K加一次方 這是2的K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直接對消 這邊是K階層 這邊是K階層 這是K加1的階層 所以我們也可以對消 那這邊消掉了以後 這邊階層就不見了 於是這個比率是多少 再繼續往下看 這個是等於分母是K加1 分子是2 好 現在K屈近0 各位同學知道多少了嗎 0 這個代表了什麼意思 這個代表的是 這個R是0 好 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的說 這個是收斂還是發散呢 我們可以知道了 它是R是等於0 收斂的 現在我們來討論第二個例題 上面是K階層 下面是K的K次方 這個是收斂還是發散呢 那我還是一樣 老方法 使用Ratial Test 來 我們看看 先把一般項先寫出來 A K是什麼 上面是K階層 下面是K的K次方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把它的比率 後面比前面 看看它的比率是多少 AK加1 來 AK加1 比上AK 先把它做一個大概的 先描述一下 K加1 這個上面就是K加1 這是K加1的K加1次方 下面這個是K階層 下面這個是K的K次方 這個看起來的話 還真的是有一點點的複雜 那麼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對消 先對消會比較容易一下 現在是K加1的階層 先看看階層跟階層 這個對消起來就會比較容易 這個地方K階層跟K加1的階層 殺掉了之後只剩下了K加1 現在再來看這個 這是K加1的K加1次方 這個是K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對消呢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K加1 這邊有一個K加1 這邊的話呢 是K加1乘上K加1次 所以這個1也可以拿掉 來我們再把它寫得清楚一點 現在我把A的K加1比上A的K 這個地方我把它寫得明確一點 讓各位同學看得清楚一點 這個是內分子 K加1的幾次方 K次方 Y分母K的K次方 好我們發現了 這個比率 這是什麼 這個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的比率是 可以把它寫成什麼呢 整個的K次方 這樣OK 我們很想要看到了這個以後 讓我想到了什麼呢 有點像是我們以前前面介紹的歐拉樹 怎麼說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把它顛倒過來 這個地方如果顛倒 這邊就變成了 底下是 這邊的話呢 如果顛倒的話呢 這邊就是負K 所以等於 1加上K分之1的負K次方 這讓我想到了什麼呢 1加上N分之1的N次方 這不就是歐拉樹嗎 於是我們可以得到了一個什麼呢 剛好這個是差一個負號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 Limit 可以趨近無限大 經過了整理之後 後項比前項 會等於 會等於 會等於多少呢 這個就是歐拉樹 各位同學的話可以回去翻譯一下什麼是歐拉樹的定義 這就是1分之1 1的負 這個是1的負1次方 就是1分之1 那麼各位同學 你們只要知道 這個歐拉樹 值是大概多少 大約是2.71828 這個數字小於1 所以我們肯定的說 它的比值是多少 是小於1 那麼 同學可以看測出來 收斂還是發散呢 收斂 所以這個題目的話呢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 是用收斂來作為我們的答案